看看新闻网 小时尽自己所能给敏敏买最好的东西 他说生活当中最享受的事情 就是听到敏敏喊他爸爸 这里就是张军岭和女儿敏敏的家 早上七点半 为了让贪睡的敏敏多睡一会儿 张军岭早早起床 一个人步行几公里买了包子和豆浆 回到家后才叫女儿起床 娘娘你起来了 来下来吃饭 四个都吃完 你准备张军跟爸爸一碗糕了 我没吃过的 你让我吃不饭了 你坏不坏 你说了 坏 我坏吗 你还会逗我呢 来 妇女俩有说有笑 看着这亲疑的两人 旁人很难想象 敏敏其实并非张军岭亲生 这段捡来的妇女情缘 还要从2009年5月的一个晚上说起 那天晚上 张军岭办完事 正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听见路边 传了一阵婴儿的哭声 张军岭寻声找去 看到一个大约两个月大的婴儿 正躺在路边的沟里 因为有个矛盾 应该是由我指条 对上写了他出生那样的 那时候 31岁的张军岭 还跟前女友住在一起 在平顶山打工的他生活并不富裕 每个月花80元 租了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屋 一张床 一个柜子就几乎站满了整间屋子 尽管自己每天还为生计奔忙 可张军岭一见到这个女婴 就下定决心收养 而这个决定 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相似的命运 让张军岭对敏敏有的别样的同情和爱心 可这个收养的决定 却让他的生活一波三折 收养敏敏的头一年 张军岭的女友并不反对 可眼看着张军岭还没结婚 就当起了别人的爸爸 女方的父母发话了 到后来 他们甚至背着张军岭 悄悄地把敏敏送走 终于伴随着越来越激烈的争吵 张军岭和前女友 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感情 还是走向了魄力 张军岭独自收养敏敏的这几年 有不少人给他介绍过对象 但有的嫌他穷 更多的则是不能接受孩子 而四年的时光 也把这个原本只会在煤矿上干粗活的大老爷们 变成了细腻能干的父亲 爸爸扎三个啊 好 明明啊 爸爸会扎几种辫子啊 会几种 又会扎几种辫子啊 你这扎辫子是从哪儿学的呀 哈哈哈哈 自个儿子怎么骂出来 他也就是反正我也看他也给孩子梳头啊找啊 反正也是当地也是当妈的 反正假如说就我一个人的话我肯定满不过了 还要做饭洗衣服是吧 还要管这管那的 那一个大老爷们肯定还得满不过了 确实他也确实不容易 他就老这个小孩买点子吃的味儿了是不是 可以 那他自己呢 自己你看他那一样 他经常就那一事一生 四年过去了 明明出落的人见仁爱 就在去年有人出十万元 希望从张军领手中接过明明 张军领照旧一口回绝 我不是希望他报复杂乐 不是希望他长大 向他来复杂乐 然后我看到他祸祸祸祸条 这都是我来希望他 咋说最满足的就是 他能天天喊我爸爸 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不好过 更何况张军领打工的收入很低 为了供敏敏上学 尽可能让他吃好穿好 张军领几乎全年无休 尽管是周六 他还是得出门上班 想一想 反外面不能吃 反外面就散活 反外面不能吃 散活 好多月也不能吃 好多月也散活 免贴 还有啥 眼下张军领白天在平顶山市的一家小公司工作 从周一到周六 每天八小时 张军领负责在外面投递广告册 爸爸在外面忙碌 敏敏则跟公司阿姨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每天忙忙碌碌投递一千多份的广告册 工资不到五十块钱 这样的进进出出十多次 才够给女儿买一个包子 八小时的工作结束 张军领匆匆赶回家中 然而晚上六点并非他一天工作的结束 为了多挣点钱 让敏敏生活得好一些 张军领还找了另一份工作 八小时的兼职 张军领每天的第二份工作 是在一家KTV的门口做保安 每周一到周日几乎全年无休 每天工资是四十二元 从晚上六点一直守到凌晨两点 张军领才能回家 此时离他第二天起床工作 只剩有五个小时 张军领在KTV工作的时候 也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董事的敏敏不吵不闹 常常独自在对面的小卖部里玩耍 只要空闲 张军领总是跑到对面看看敏敏 这样才能安心 经常嘛 一晚上他过来好多趟 看看都多了 要睡觉的话看都多了 要是不睡觉的话你看饿了渴了 他都给他买点吃的喝的 几年下来 KTV对面的几家小店店主都结识了这对妇女 后来甚至主动帮忙照看起了敏敏 天气热的时候 敏敏经常玩着玩着 就在黄金伟的店里睡着呢 此时张军领会悄悄地把孩子 抱到KTV的控房间里 让他能睡个好觉 凌晨两点 张军领一天16个小时的工作终于结束 他告诉记者自己还年轻 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只是觉得让女儿跟自己一块受苦 有些难过 未婚爸爸张军领的故事 经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 有人称张军领是河南最美爸爸 但关于这样的收养行为是否合法 是否能给孩子足够好的成长环境 致一生同样存在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九条的规定 没有配偶的这个男性 如果收养女性 他的年龄差距应该达到40周岁以上 第二个呢 他没有经过一定的程序 来办理收养登记 何律师告诉记者 从法律上来讲 张军领的收养行为 确实有不妥之处 但一则妇女情深让人感动 二来因为现实的困境 也一定程度上造成 类似不规范的民间收养存在 第一个是就像一些地方啊 他根本就没有社会福利机构 那么就有这些妻婴啊 或者这些孤儿啊 就没地方去送 对 第二个呢 把孩子去送到里边的话 也是需要提供一大堆的证明文件 还存在一些有一部分人啊 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啊 他这个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意识 他不知道收养法的存在 我国的收养程序之所以如此严格 一是出于计划生意的国策 避免民则收养 实则超生的现象发生 二也是为了降低儿童拐卖的可能性 然而种种因素 确实也让民间收养 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 今年一月 就在平鼎山东北200多公里的 河南省南考县 爱心妈妈原厉害的私人孤儿收养所 发生一场大火 引发全国对无资质孤儿收养的关注 而据民政部门 今年初的不完全统计 全国65万孤儿 有55万是黑户 如果他能够组成一个家庭呢 由这个夫妻双方来共同收养 那么通过履行一定的程序 收养程序 那么这个是从法律上来说是 可以行得通的 万一有一天 有人把他从你身边带走 怎么办 那是很大的打击 要不都是疯了 要不都是活不成 他就是我的情人 为了不让你每天早起晚归 跟着自己受苦 张军领靠微薄的收入攒了一笔钱 把他送进了周托班 每周一到周五吃住在学校 对于敏敏来说 他每周最盼望的却是星期五 因为这一天爸爸会来接他回家 对于张军领来说 周末跟女儿相处的这两天 也是他最开心的时间 周日的白天 是张军领一周唯一不用上班的时候 或带敏敏去公园 或在家收拾收拾洗洗衣服 这一天 他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不行 明天洗衣服 我又不会洗这张 张大我才会 张大会 我看见张大也不会 你因为现在不虚 你张大不虚 虚啊 不要动 张大我虚 洗衣服是啥收 眼下张军领最大的愿望 是能找一个既能接受他 也能接受敏敏的女子 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样既能让敏敏受到更好的照顾 也能让他这个爸爸当得名正言顺 随着张军领和敏敏的故事 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全国各地的好心人 给敏敏捐了不少文具 衣服和玩具 这让敏敏非常开心 但他更开心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 从前 每当敏敏问起妈妈 张军领总是以妈妈出去打工了堂子 如今在好心人的撮合下 就在这个周末 一位被张军领和敏敏的故事感动的姑娘 正坐着大巴从湖北赶来 敏敏未来的妈妈 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 要不让我走过去 好看不好呢 下两个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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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妈妈打电话了 是 妈妈是不是快回来了 是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没有这么快啊 你想吃好吃的 然后都是还有好玩的 跟妈妈比比 就是说是 你是要东西还是要妈妈呀 要妈妈 张军领说 敏敏能健康成长 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她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许敏敏一个幸福的未来 这条路很长很难 但她正一步一步 坚定地走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